地球上有一些神秘的现象,这些神秘现象你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,你知道沼泽地居然会吃人吗? 如果没有足够的逃生技巧,你的生命就有可能被永远地留在这里。 本期视频探讨话题,八种最神秘的地球现象,又软又弹却不会下陷的蹦闯土地。 沼泽地,如果你是一位野外冒险家,你最不想遇到的地方就是沼泽地,沼泽地里的泥土非常的软, 如果一不小心陷入沼泽地中,很有可能会失去生命,如果没有掌握了足够的急救之时,你就有可能会被这种泥土吸到的底下。 如果你彻底地掉进泥土中,你将会失去生命,因为泥土的压力会压得你无法呼吸,所以如果你在野外遇到沼泽地,一定要马上逃离。 如果你一不小心掉进了沼泽坑里,一定要记得躺下来增大表面积,以免被沼泽地吞噬到的底下。 沿浆,沿浆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存在,滚烫的沿浆可能会将所有的事物烧成灰烬,这种神奇的地球现象,会让很多人都感到害怕,就算是专业人士,也必须穿着防护服才可以靠近沿浆。 沿浆是一种来自于地球内部的能量,火山爆发的时候就会产生沿浆,这些沿浆的颜色呈现红色或者是橘黄色,给人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,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让很多人都感到震惊。 洞穴,如果你是一位野外冒险家,你一定见过洞穴,在地球上有一些神秘的洞穴,这些洞穴的数量非常的多,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天然形成的。 地球的板块在不停地运动,地球运动的时候就会在沙漠深处形成洞穴,有的洞穴可能会塑造出一种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,这种自然风光,很少有人能够见到。 沙漠,沙漠是地球特有的地质,很多人会进入沙漠深处,他们甚至还会穿上滑雪板在沙漠里滑沙,但是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知识,一定不要轻易地进入沙漠内部,因为这里非常的干旱,粘降水量不足200毫米,如果不小心被困在这里,很有可能会失去生命。 巧,在热带雨林丛林中有一个神奇的桥,这个桥是用藤蔓植物制作而成的,有的时候这些藤蔓植物会顺势生长,生长成一座桥,这座桥非常的结实,可以容纳五六个人通过,几乎所有看到这种藤蔓植物的人,都会被大自然的创造力而吓到。 胡托,在玻利维亚有一个神奇的湖泊,这个湖泊里面的湖水颜色呈现蓝色,看上去非常的美丽,湖泊的边缘有大量的白色盐块,这其实是一片盐碱地,这里的景色虽然美丽,但是却没有生物能够在这里生存,因为这个湖泊内部的水质富含毒素,这样的生活环境不是以生物生存,所以在这个湖泊的周围很难看到有植物存在。 石头山,在非洲中部有一个神奇的石头山,这个石头山的左右两侧凹凸不平,有一些沟壑,这个石头山上并没有植物,因为石头山实在是太坚硬了,没有植物能够在这里扎根,这块神奇的石头山是天然形成的,并不是人为制作的,而石头上面凹凸不平的沟壑也是被封雕刻出来的。